許多新生兒的媽媽 清楚記得懷孕期間 吃進什麼東西會讓寶寶開心 食物足道 英國杜倫大學領銜的一項研究 進一步探索嬰兒在母親子宮內 品嘗食物味道的理論 研究人員針對一百名十八到四十歲的孕婦 在懷孕第三十二週跟三十六週進行實驗 分別讓他們空腹吃下四百毫克胡蘿蔔 或者羽衣甘藍菜等兩種食物的粉劑膠囊 並且用四滴超音波觀察寶寶表情 結果發現媽媽吃進胡蘿蔔後 出現甜甜笑容的比例比較高 吃羽衣甘藍菜時 嬰兒更常出現做鬼臉 扁嘴不開心的表情 過去的研究已經發現 嬰兒在懷孕中期 就會發展出味覺跟嗅覺 可以透過羊水感受到母親吃的食物氣味 而這個實驗是第一次在寶寶出生之前 就看到他們對不同味道的反應 研究人員還認為 孕婦吃的東西可能會影響嬰兒出生後的口味偏好 並對他們的飲食習慣產生影響 不過大人小孩口味都是會改變的 不少媽媽也發現孩子喜歡的食物 隨年齡增長而發生變化 為了進一步了解人類味覺嗅覺的發展 研究人員還在進行一項後續的研究 將追蹤這100名孕婦產下的寶寶 以了解他們在子宮內體驗到的味道 是否會影響他們長大後喜歡的食物 或者對不同食物的接受度 公日新聞是回忠賓